台中县有一对夫妻 他们在怀第一胎的时候 一是用超音波验出 他们的孩子有兔唇 果然他们生下了兔唇的女儿 但到了第二胎的时候 一是连召了九四的超音波都说 胎儿很健康没有问题 但没想到 生下来的小孩却缺了幼的手掌 夫妻现在一气之下 高尚法律 一位付经文 你会骑脚踏车吗 婆婆好动的陈小弟 骑着三轮车玩耍 天真无邪的她 还不知道自己和别人 有什么不一样 但看在父母眼里满事不舍 原本家境就不是很好 姐姐生下来兔唇 弟弟又少了幼手掌 为了照顾孩子 爸爸只好辞了工作 在家里卖便当 没有办法去上班 因为小朋友身体不好 晚上都会吵 你根本没有精神去睡觉 医师表示 孕妇产检时养水不足 加上胎胃不正 即使照了九次超音波 也很难看出肢体残缺 便利上记录 她都是趴着这个姿势 对 所以这个 所以她的手是拱起来的 对对对 因为她都是趴着头是在上 就是她会不正的意思 孩子少了手掌 医师也感到遗憾 只希望未来 他们能健康长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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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